舍不得花这次重钱的人,会越来越穷。 若你占其中一个,一定要改,否则福气就会远离你。 这里是大道无形,分享人生故事,欢迎订阅。 埃比尔斯曾说,金钱几乎象征着人们的利益和幸福所必须的一切,它意味着自由、自立和权利。 世人忙忙碌碌,不过为了遂淫几两,得知乐而忘忧,失之欲寡欢。 折腾大半辈子,有人赚了钱过得锦衣玉石,有人则守着才一毛不拔。 勤俭节约自然是一种美德,但过度的吝啬,也无异于自己的生活。 很多时候,钱不是省出来的,越是层次高的人,越是知晓。 人生重要的,不是怎样竭尽全力的省钱,而是如何有节制的花钱。 若说赚钱是一门学问,那花钱就是一种艺术。 有些钱该花的时候,一定不要省,特别是这四种钱,你越是舍不得花,将来一定会越穷。 一,不舍得为父母花钱。 无论什么时候,大家都舍得给父母花钱,要知道,父母把我们养大不容易,在养育我们过程中,父母也付出了无数精力和金钱。 等我们长大成人后,父母也不会像我们索要这些。 因为他们是心甘情愿地为子女付出,所以,作为子女的我们,也要心甘情愿地承担父母的一切花销。 如果你不舍得,那只能说你不配做子女,不配享受父母的一切宠爱,特别是已经成家立业的子女,更是只能用白眼狼来形容。 因此,做儿女的不要太吝啬,也不要心安理得地享受父母给予的一切,如果有时间,就带父母多出去走走,多看看大好世界,让他们也享受一把来自儿女的宠爱。 人有许多与生俱来的本能,其中最朴素,也最伟大的,便是父母对子女的爱。 这种爱,是纯粹的无条件付出,不求回报与回应,是一种没有道理的无私奉献。 一朝生儿育女,十数年抚养成人,含辛茹苦,不辞辛劳。 无论家境如何,从不肯让子女忍机挨饿,哪怕步履蹒跚,也要为孩子开辟前行之路。 更重要的是,他们把自己最好的年华献给了子女。 子女功成名就,父母也垂垂老矣。 岁月带走了他们的义气风发,青丝变白发,平整的脸上多了些许深沟,就连说话的声音也开始略带沙哑。 当你开始回望他们的时候,他们已经凝视了你几十年。 作家陈晓成曾说, 人这一生,纵有千万人对不起,都不必耿耿于怀,唯有为报父母养育之恩,是最大的罪孽。 父母养育自己时,从未计较花费的多少,到了自己尽孝之时,更不应该为了省钱,背上不孝的骂名。 这是义务与责任,更是人情与本分。 我们赚钱的速度,永远赶不上父母老去的速度,善待父母,才是真正的孝顺。 二,不舍得为爱人花钱。 照顾好父母后,大家还要照顾好自己爱人,因为爱人是我们一生的伴侣,也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人。 所以我们既要给予感情上的陪伴,也要给予他们金钱。 要知道,他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了你,如果你不好好珍惜他,不好好宠爱他,那你的婚姻就会出现问题,家庭也会跟着受影响。 特别是每天忙碌工作的人,一定要抽出时间陪伴爱人,陪他们逛逛街,买买东西。 做完这一切后,你会发现陪伴他们真的很开心,精神上也越来越满足。 一旦如此,那工作能不顺利吗?人生能不富足吗?反之,只会越来越贫穷。 很多人认为,爱情是一种虚无缥缈的感觉。 漂浮在空中,触不可及。 然而,爱情想要长久不散,也需要依附在物质上而存在。 特别是与爱人之间,花钱就是一种爱的传递方式。 就如同三毛所说,爱情如果不落到穿衣,吃饭,睡觉,蜀钱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中去,是不会长久的。 青银水宝看上去情真意切,但若是没有物质条件当作基础,这样的浪漫只会显得可悲。 两个人结为夫妻,以后的生活便是不分你我的朝夕相伴。 偏偏有些人对爱人抠抠嗖嗖,稍有破费便开始斤斤计较地抱怨。 即便到了一些特别的节日,他们也舍不得打开钱包,为爱人送上自己的关切与祝福。 而离家在外时,他们却又一反常态地出手阔绰,请一些狐朋狗友狐吃海塞,也不觉得浪费。 就其根本,相比较爱自己的伴侣,他们还是爱自己面子的更多一些。 也许,对方想要的并非金钱本身,而是一份专属的心意。 钱只是这份深情的载体,真正能感动对方的,是依附其上的真爱。 三,不舍得给子女花钱。 一些人之所以不舍得给子女花钱,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子女现在还太小。 根本不需要额外的花销,不然就是在浪费金钱。 其实这种想法大错特错,要知道,舍得给孩子投资的父母,才是好父母,尤其是在教育这方面。 如果你舍不得给孩子投资,孩子就享受不到好的教育,那未来还能有出息吗? 比如,孩子想买书时,你却觉得看书没什么用。 实际上,看书可以开拓孩子视野,让孩子眼界变得更宽。 因此,父母不要舍不得给孩子花钱。 子女是自己血脉的延续,作为父母而言,除了要照顾他们的衣食住行,还应该注重孩子的教育问题。 出生可以决定一个人成长的下限,而教育却能够拔高一个人发展的上限。 在电视剧《人世间》中,周家有三个儿女,老大周炳毅和老二周荣上学念书史,成绩很好,都成功考上名校,毕业以后也有了更好的发展。 而老三周炳坤,则连初中都没毕业,就辍学去酱油厂打工了。 当哥哥姐姐在大城市打拼时,他只能守着自己的一母三分生活,过得自然凄苦许多。 同样的家庭,接受过教育与否,真的可以改变人的一生。 如今,让孩子上学并不是一件难事。 许多父母也明白教育的重要性,但他们却奉行着教条主义, 认为孩子只需要读学校的书就够,别的领域一概不许碰。 即便他们发现孩子的兴趣所在时,也不愿掏钱让孩子尝试一下。 把除了学习成绩以外的开销,都当成了一种浪费,间接毁了孩子的未来。 为孩子投资,就是给自己的未来上保险。 子女的卓越,也是整个家庭的幸福。 四,舍不得给自己花钱。 大多数人都舍不得给自己花钱,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花就是浪费,还不如存起来。 其实这种想法也不对,为自己花钱并不是浪费,而是一种好的投资。 要知道,人在物质上得到满足后,会努力提高自己精神追求,想要实现这个愿望, 首先要做的就是努力提升自己。 在这个过程中,大家不仅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,还能追求的更大财富,那何乐而不为呢? 这不比存钱有意思吗? 穷人之所以贫穷,因为他的眼界和能力都不足以了解资本积累的真相。 他们总是想着通过攒钱来致富,却不知道投资才是日后发财的捷径。 真正在财富上见功卓著的人,懂得在储蓄与投资上找寻一个平衡点,对于人生而言也是如此。 巴菲特曾在演讲中说,最好的投资就是投资你自己。 当然,这样的投资并非是鼓励浪费与挥霍,而是以提升自己的能力为目的进行。 你可以选择投资健康,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器械,定期去医院体检,或在饮食上下功夫研究。 只要能强健自己的体魄,这样的投资便是亦非凡的。 你也可以选择投资能力,买一些适合自己的书籍,不断丰富和武装自己的头脑。 时代在进步。 学习更是永不停歇地追逐,与年龄无关。 不断深耕自己,人生必然不需此行。 福裴根曾说,钞票就好像肥料,如果不散入田中,留着也没什么作用。 钱再多,也只是服务于人的工具,只是我们为它赋予了价值,它才变得如何珍贵。 不该浪费的钱,一定要省,不该省的钱,也绝不能藏着掖着。 就像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一样,好的钱只有用在合适的地方,它才能发挥出自己的价值。 因此,大家要舍得给自己花钱,要舍得投资自己,这样才能拥有更好的未来。 总而言之,世界上有四种钱,你花得越多,就赚得越多。 孝顺父母花钱,是赚到了人格魅力,获得了社会信任。 为爱情花钱,是赚到了夫妻同甘共苦一生情,赚到了爱情的力量。 为健康花钱,赚到赚钱的根本,是留下人生的后路。 为知识花钱,赚到了智慧,做任何事情,往往事半功倍。 赛约翰生说,既会花钱,又会赚钱的人,是最幸福的人,因为他享受两种快乐。 赚钱靠智慧和人品,花钱是智慧和人品的体现,千万别做守财奴。 这里是大道无形,分享人生故事,欢迎订阅。